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欢迎大家如约守候宰 陈某人时间 最近有一个网友给我发来了几张故事 故事是连载的 他曾告诉我这是他母亲的亲身经历 当然我也相信 那么我希望把他的这个故事和大家一起来分享 可能最近的几天都会一直持续着这个故事 故事的主人公是一致的 是那位网友的母亲 在此陈某人也非常的荣幸 能够受到这位网友的邀请 来给大家分享这样一个故事 今天要讲的第一个故事叫做弃婴 要从他的母亲出生的时候开始讲弃 那么为了大家能够听着方便 我将用第一认诚来给大家讲这个故事 我的母亲是1962年冬天出生的 大距禁时期刚刚结束 那个时候老了家是农村的家庭妇女 老爷一个人在火车站里上班 家里边有三个舅舅 还有六个姨 当时响应毛主席鼓励生育的好招 姥姥当时还被称为是英雄母亲 带上了大红花 上街游行 当然还有一个原因 可能是因为当时没有什么避孕措施 当时家里边没有挨饿 已经非常不容易了 妈妈出生没有几天 就开始发高烧 那个时候的小孩生病基本上是没前置的 用老一辈的话讲 谁命大 谁就活下来 可眼看着妈妈快不行了 姥姥一狠心 就托邻居老狼她 把我妈妈给扔了 还给了狼爷两块钱 姥姥这么做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毕竟是亲生的 眼看着死了 心里边不好受 而亲手扔了呢 又下不了手 第二 这弃鹰就等于杀生 如果不给一些钱的话 一般人是没人愿意干的 这个狼爷是个老光棍 生活也非常困难 看在钱的份上也就答应了 那天下了很大的雪 天也特别的冷 在冬天 东北来讲的话 黑得很快 再加上农村也没有什么路灯 基本上晚上七点多 外面已经什么都看不清楚了 等到雪停之后 姥姥就把妈妈用牛皮纸包了起来 交给了狼爷 狼爷二话不说 趁着夜色抱着妈妈就往外走 因为事先说好的 能扔多远 就扔多远 狼爷走后 没有多久 姥姥就躺下睡觉 那时候三个舅舅和两个姨 都已经成家 姥姥和老爷 带着我最小的姨 在外屋睡 剩下的三个姨在里屋睡 睡了好久 老爷突然间听到有敲窗户的声音 开始的时候还很轻 姥姥没有在意 以为是风瓜的 也没去玩 但是敲窗户的声音越来越大 最后把小姨给惊醒 小姨被吓醒了之后就一直哭 结果全家都被这裤上给吵醒 我姥姥这个时候 把我的小姨就给四姨去哄 和我姥爷披上了棉打衣 准备出去看看 姥爷开着手电筒 就和姥姥一起出去 他们打开门 向外边照了一下 又把院子里照了一圈 可结果什么都没有发现 等照到狗窝的时候 发现自己家的那条大狼狗 趴在狗窝里 身子却呈公形一样 两个眼睛瞪着大门口 在那发抖 可连叫都没叫一声 姥姥当时没有在意 以为是下雪了 天冷冻的 其实仔细想想的话 农村的狗一年四季都在外面 应该已经适应了 那明显是被吓的 这个时候突然想起了敲门声 因为院子外面的大铁门 声音非常大 虽然敲了没几下 但是在夜里听起来非常清楚 我姥爷就喊了一句谁呀 可没有人回答 这时候我姥姥就开始大破口大骂 大半夜的不睡觉 敲门吓唬人什么 一边骂还一边向大门口走 我姥姥很厉害的 全村没有人不怕的 用东北话讲的话就是茬子 可这时候敲门声却嘎然而止 当我姥姥和姥爷打开院门的时候 发现什么都没有 可姥爷下意识的把手电往下一招 就发现地上有个东西 姥姥一眼就能认出来 因为那是包我妈妈用的牛皮纸 姥姥把它打开一看 里边包的就是我的妈妈 我妈妈当时嘴唇和眼睛都紧闭着 而且脸色发青 应该已经没有呼吸了 我姥姥当时就急了 想都没想抱着我妈就冲到了狼爷家 使劲地砸打门 半天之后狼爷才出来 我姥姥指了他妈 拿了钱不办事 还把孩子放在我家门口 基本上就要冲上去挠他了 还好我姥爷给拦住 我姥爷清了清嗓子 所以狼爷说 老狼大哥 你看你这事办得不地道 扔孩子这事 确实是缺得多 但是我们也没让你白扔 钱你也收了 你咋能这么干呢 那狼爷也是个老师 就对老爷说 老刘 你跟我老狼啊 啥人你不知道吗 钱都收了 事肯定不差 我是走到南地里面 找个小坑 才把咱孩子埋下 南地是咱们村 最大的爷弟 离村挺远的 狼爷说了千真万句 但我姥姥手里抱着的 也确实是我妈妈 最后我姥姥开了口 不跟你磨叽 不管咋地 你说你扔了 但是孩子又放我家门口 要么退钱 要么你把这事 给我办明白 狼爷想都没想 接给我妈妈 说行啊 大妹子 这事不管怎么地 我没想明白 我管到底 其实呢 狼爷也是舍不得那两块钱 都到这个时候了 这三人啊 谁也没有往鬼怪的方向来想 因为当时受毛爷爷的影响 这帮迷信的半辈子的农村人 基本上都变成无神论者 可见毛爷爷的个人魅力 是相当的大的 也是因为我老了和老爷 急着想把孩子扔出去 那狼爷也不想 把倒数的两块钱再送回来 狼爷就直接抱着我妈妈 往南地走 我老了老爷 这时候也就回家睡觉了 我老爷是个比较心细的人 在回来的路上 他看见地上的脚印 也有些不对 因为刚下过去 脚印还很清楚 从我老爷家往南地去的方向 只有一串脚印 如果是狼爷或者别人 把我妈妈从南地 又送回到家门口的话 肯定是两排脚印 老爷跟我老了说的 其实也不是为了大晚上的 吓自己老婆 就是想告诉姥姥 这件事可能有蹊跷 不怪狼爷 因为老爷怕第二天 白天他就上班 姥姥再去找狼爷麻烦 折腾了大半夜 回到家 姥姥和老爷就吹响 可天刚刚亮的时候 老爷就起来 吃过早饭 带着饭盒 就出大门 可他刚开开大门 就把老爷给吓了一跳 就看见狼爷坐在门口 怀里边还抱着个东西 老爷上去催着把狼爷 那狼爷 微微的睁开眼睛 突然看见是我老爷 一下就站了去 带着哭腔说 那刘大哥 你钱给你孩子 你们自己扔吧 说完 就把我妈往老爷怀里一推 我姥姥听见动静 也出来 刚要骂狼爷 那狼爷就一下晕了过去 我姥姥虽然颇浪 但心肠不坏 就把狼爷给抬进屋 老爷把我妈放在了炕上 就去上班了 等快到中午的时候 狼爷醒了 老爷给他做了个饭吃 狼爷呢 也没说什么 狼屯虎咽的吃了起来 他吃完之后 管老爷要了个烟 老爷看这老头 也挺可怜的 也没说啥 最重要的是 狼爷进屋没多久 我妈妈居然哭了 老爷一看还活着 而且声音挺大的 这是活过来 姥姥就问他 姥姥大哥 这到底怎么回事 狼爷抽了烟 一边说 大妹子 说了你可别往外说 昨天我抱着咱娃 又去了南地 黑灯瞎火的 这不知道是哪 我行子就找个地方 挖个横 把孩子埋了 到那地方蹲下之后 把孩子放下 我现在一手挖 这地就特别硬 我行子刚下过雪 不能这么快就冻上了 我就换了个点 结果还是一样 就是挖不进去 这个时候你才有看见什么了 我一抬头 看见一个白眼朝我飘了过来 因为天黑 那白东西乍眼 开始我还以为是个人呢 但形子形的不对 那衣服是飘着的 大冬天穿那么薄 不足色的呢 我就感觉这事不对 我就盯着一直看 他看着那倒影 倒的眼干啥 可那影越来越近 等他快到我跟前的时候 那么给我吓一跳啊 那哪是个人呢 那是一个脸上白画画的 像个鸡蛋一样 眼睛鼻子都没有 我撒腿就跑 也不管那东南西北 我跑着跑着就看 回头看看 那白眼没有了 当我再往前看的时候 那白眼就在我前面 给我吓的 掉头就跑 但不管咋地 那白眼总在我前面 也不知道跑了多久啊 实在是跑不动了 我就一屁又坐地上 爱咋咋地了 可那时候那白眼就没了 这行 我手我旁边一摸着吧 就摸到这牛皮纸了 把咱家孩子抱过来一摸 我看那小脸上有点热呼气 我寻的这孩子 爬上活过来了 这大冬天 别再给动坏了 我就抱着孩子往咱家走 走着走着 天就亮了 到咱家门口 实在没力气敲门 我就坐门口了 后来的事啊 大家都清楚 狼爷说 我妈这孩子啊 命不该绝 虽然是又活过来 就养着吧 狼爷最后 把钱给了我姥姥 可我姥姥回来之后 听我姥姥把这事一讲 第一呢 孩子活过来了 挺高兴的 还有这狼爷呢 确实不容易 大冷天的在外边折腾一久 还遇到这么个怪事 就让我姥姥把钱给送去 这个故事讲到这呢 基本上接近尾声 这也就是第一个故事 七婴的故事 那在接下来的几天里 可能我会一直讲述这个故事 故事的主人公 都是故事中的我的妈妈 收听更多的故事 可以关注喜马拉雅电台 MC陈某 感谢大家的指示